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道菜和圣经的故事有关系吗 梅雷送给你将告诉你答案 带领你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美食和人生故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是一位姐妹 她在十多年前曾经得到甲状腺癌症 她是怎么样走过这个甲状腺癌得到神的医治呢 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欢迎李妍姨姐妹来跟我们分享 师母谢谢你 谢谢你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 能够为主做见证 这是我生命的见证 这是我的荣幸 怎么样的情况里面会知道你有这个甲状腺癌症呢 我就摸到了我的脖子上面呢有一些好像凹凹凸凸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就去看了医生 那医生看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也许我工作太忙 然后没有好好的休息 也没有好好的吃饭 所以呢他就要我好好的休息 过几个月再去看他 没有多久呢 医生就通知我说确定是癌症 做了全身扫描以后才发现到说原来整个癌细胞都已经扩散了 哇 那对你来说是晴天霹雳 我们要来看看你今天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一道菜 那你也知道生病的人都是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 那这个是金针菇 然后这是胡萝卜 然后这个是Lantos 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扁豆 然后这个叫做藜麦 OK那这是芹菜 芹菜大家都知道啦 还有这个 这个是洋葱 还有番茄 青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加进去 中火把它煮 煮滚了以后大概20分钟 我们会再炒个肉 然后调味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肉倒进来 我先尝一口好吗 对来你来尝尝看 哎好棒哦 当时你听到自己是这个癌症这么严重 而且全部都已经扩散的时候 那非常的没有盼望对不对 那当然 对 那你那个时候有信仰吗 有信耶稣吗 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然后其实我对主耶稣呢也真的完全不知道 OK 然后其实因为当时呢我就 医生就安排了我做一连串的治疗 所以首先呢我就先开刀 开完刀以后呢我就失去了我的声音 因为他拿掉甲状腺 那甲状腺呢本身是长在那个Vocal的地方 声带的地方 所以他拿掉的时候呢就让我的声带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讲话 所以呢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将近有七八个月 哇 大家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哑巴一样 对啊 讲话 不只是哑巴 一定心理上好多的担心 是是是是是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单亲妈妈 OK 那我那时候我儿子才七八岁而已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吗 可是呢我每天真的是除了生病就是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躺在床上 除了去医院以外 我其他地方我就没有去了 那我怎么样认识主呢 其实就是在我一直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每天都只是躺在床上 后来我就发觉到说在我的床头那边呢有摆了一本圣经 这本圣经呢是我以前家庭医生送给我的 所以你的家庭医生一定是个基督徒了 对他也是一个传道士 OK 那他因为他送给我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 所以呢我当时就在想因为也病得很严重 所以也躺在床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一本圣经 这全世界最古老的一本书 再加上已经翻译了超过两三百种的语言的一本书 到底在讲什么呢 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它翻来看 OK 那当我一翻来看呢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觉得说 哇 这圣经是我看得懂的 怎么样从这个疾病里面 一直到现在 可以看到你的 这个神迹的医治 我五六点 我凌晨五六点起床的时候 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个体力 我就开始穿好衣服 然后呢我就很想走出去 很想走出去 然后我走到我门一开的时候 当那个空气一进来的时候 哇 我就放进去觉得好像废开了一样 因为你知道当一个病人在家里躺了这么久的时候呢 其实它那整个器官呢好像整个都很闭设的 对 所以呢那时候呢 那个空气呢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好新鲜哦 我的肺就已经忽然间开了 所以我就不知不觉 我就开始慢慢地走出去了 哇 好像神给你吹了一口气 是 真的是这样子 OK 后来呢我就慢慢地就在我 在我那个邻居那边我就开始走走走 竟然走了四五十分钟呢 哇 那真的是神迹 对 以当时的体力真的是觉得好像不可思议 就这样子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我的体力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姐姐说呢 我今天决定我要去接我儿子下课 我就跟我儿子讲说 妈妈今天早上脖子又不舒服了 OK 就没想到我儿子那时候才七八岁 他就拍拍我的肩膀 他说 Mum you'll be fine 我说 Oh how sweet 我就说 哇儿子你实在是很甜哦 他说 Mum you'll really be fine OK 我就说真的啊 他说 Yeah because God told me 神告诉我的 那我当时听到他说神告诉我的时候 我的耳朵就开了 我就问他说什么意思 你说神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就说 Yeah it's God told me 然后我就说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在两天前的时候 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团很gory很gory的light 就是很光很光很亮光 OK然后有一个声音从这个亮光的后面讲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儿子用英文讲 他说 Your family will be blessed 你的家庭会蒙受祝福 Your mom will be healed I promise 你妈妈会得医子 这是我的应许 哇 那我当时我儿子听了以后 他就很开心 因为我儿子就在叙述这个故事给我听 然后他就说他很开心 他就在那边跳啊 Yeah yeah yeah的时候 那后来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God told you呢 你怎么知道那是神告诉你的呢 他是说 然后他说当时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说神 就后面的那个光的后面呢 就有个声音告诉他说 他说Who are you 因为我儿子就问他说Who are you 这样子 然后那个从后面那个亮光里面呢 就透出了一句话说 I am who I am 那这件事情完以后呢 我就让我儿子说 你可不可以把它画下来 你看到的那个梦境 你可不可以把它画下来 那我儿子就说好啊 所以他就这样随意 笔拿起来就画画画画画 真的不到五六分钟 他就把它画好了 在我念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不是问神说 你要我如何去跟百姓介绍你吗 结果神就是跟他讲说 I am who I am 哇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一定眼泪掉下来了吧 眼泪掉下来还没关系 整个全身起鸡皮疙瘩 真的我就觉得说 你说这绝对不是我儿子能够编得出来的 所以我要祂真的是一个Living God 祂真的是一个很佛神 哇真的很感谢神 哈利路亚 那我们今天听到Genome的见证里面 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造物主 这位神实在是顾念我们 当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就像Genome刚才所分享到的 神真的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祈求祂就应允我们 哈利路亚 那么也从Genome的身上也能够看见 不但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也向我们显明 祂说I am who I am 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是值得我们来信靠的全能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